日本士多啤梨当做季节 如果日本士多啤梨当做季节 主要会在12月至2月这段时间 士多啤梨最当做的 福光的甜黄或是红本的红香士多啤梨 这两款在价钱上相对大众化很多 所以这两款都是比较受欢迎之一的士多啤梨 红本苑这地方都出了很多出名的士多啤梨 不少当然是这个品种 露姿水滴 这个品种近几年很多人都非常热捧 清香的味道 口感会比较爽口 内粮出的士多啤梨其实非常出色 其中以古都华这个品种 它是集齐了三样最重要 譬如是果香 它的甜度非常之高 以及它的口感浓郁的味道 都集合在这里 因为一般的普通士多啤梨 未必会有齐了这三点最重要的这三点 以红本苑来计算 最出位和最矜贵的士多啤梨是不少的 就是来自菊池的长病糖蜜士多啤梨 它的形状上会比较大火 而且在病位上也会有一支支款 它的味道 比较一般的士多啤梨 是有一种再一个糖蜜的味道 它不是甜那么简单 它应该说在甜里 你会一直吃到它的味道 所以吃下去的时候 又有汁 它是淡淡肉的口感 白珍珠和淡雪 其实本身也是一个白色品种的士多啤梨 以淡雪为例 淡雪主要的特点是香气 它的果香比一杯士多啤梨更加浓郁 而白珍珠的甜度 如果对比淡珠 它就会较甜 不同产地的士多啤梨 有不同的颜色 所以不是用颜色去选择的士多啤梨 主要是三点 第一点是它的顶部上面 那块盐够不够青绿色 绿色代表士多啤梨很新鲜 第二点是我们会看它饱不饱满 越饱满即是代表它越新鲜 不会凹了或者没有了一块 第三点我们也会看它的洞 因为士多啤梨最容易看到的 它会隐藏在洞 它会有黑色的毛毛 黑色的毛毛代表它不新鲜 日本士多啤梨分很多不同的尺寸 或是在级组和形状都有 某些产地 你会看到盒面 其实会有DX或G级 DX代表它的形状是比较公整 会使多啤梨形齐整 而G级会选择一些不规质 除此之外 我们也会在盒面上分辨到它的大小 某些产地的盒面都会标明 由2L、3L、5L都会有 越大的代表它里面的士多啤梨的尺寸是越大